台灣用的乖離率就偏離它的一個主軸線 確實是太遠 任何東西 而且你從估值角度去判 那個地方也不是有太大的短期間 沒有太大的那個 這一段在也不會想去買 為什麼 它在下跌 技術分析的人希望是在過了中低點之後 往上這一段 確定安全的才買 但是台積電我們反過來 現在600 590一個期間 580一個期間 570560到560 就我就認為 你想省麻煩就試試 也可以 我以前有一個廣東醫生的客戶 那因為有一次請我去他家吃 吃那個哎 他去買的那個龍蝦季節 那不是一兩隻啊 那買的真的是 那美國真的是得天獨厚 那個龍蝦也便宜 這個 他怎麼吃啊 他這個龍蝦三吃 那個頭部啊 他在頭部的地方切開 一般頭部一般我們不會去吃他 他把中間對切開之後呢 兩邊攤開 各放一塊那個奶油 就是那個我們吃那個 有時候吃bread吃那個那個 這個麵包那個奶油 各放一塊再放一塊奶油 進去烤 中間呢他是屬於清蒸 尾巴尾段呢他做紅燒滑水 而不是紅燒槍薑蔥龍蝦 哇端上來那天是三道龍蝦 而且他又廣東人又包了一個湯 真是好吃 真是我還覺得說哇龍蝦這樣 我就如髮炮製也學了 不是很難他就現場看著他做就用 龍蝦頭到尾一點都不剩 好那我們今天吃台積電 我認為要比照這個龍蝦的吃法 最近有看有一篇這個 中國時報有一篇文章啊 這個吳小姐 這個我說媒體人啊 跟這個出版界人這個標題都很會用 真的都很很生動 他談到台積電在679塊 這麼一下殺下來 這個一大堆冤魂在上面 對了我們一直在講 各位應該都沒有聽到 我在600塊以上這段期間 建議各位買為什麼 嚴格講講你如果去看他的 所謂本益比和流土 你就達到good info 基本上這樣子 台積電我先回到一個大主題 台積電不會是 最近股價飆得最高的 因為他要輪動 尤其高科技股走到這麼多 光靠台積電一股 這樣也不是一個健康 真的不是一個好現場 輪著大家賬 那 有些股票的價位 現在比台積電合理 未來這最近這一陣子的 成長工業也會比台積電高 所以你如果對喜歡這樣子 有能力也有興趣 有時間 有興趣又想去學習的 你不一定要在台積電這檔 現在在這裡 但是你要注意你任何東西都要花時間 所以第一個有這樣想法的人 這個視頻你就可以跳開了 第二個 你喜歡做價差跑不一定價差 價差這也可以留下來 你喜歡就是 喜歡做sector rotation 隨著他在一個輪動中 去追逐比較高的這個價差的 你也不必這個視頻你也可以跳開 那什麼樣的人可以看這個視頻就是 你已經選定就是我們上次講的 台積電的優勢 你看上他了 拿一個穩定 很多股票是月跌你還不一定敢買 台積電是一檔 我們在書上談到的是月跌 你越買越便宜越安全 為什麼 這幾年 因為他的能見度已經鎖定台積電 是你願意在這裡來獲利 我跟各位長期間就講一下 你一定要把視野拉開 10%的投資報酬 如果30年下來 我跟你講 你包含在現在在市面上這些名人達人 投資達人 財務 報表拿出來能夠有13% 30年下來我坦白講你都可以 其力致敬 15%那就更不得了 15% 28巴菲特全世界就就這麼一兩位 兩三位就不提 15%你能夠在20年的年均負率在維持在15% 那你也不得了也是高手 12 15 台積電是這幾年未來這幾年 理論上在15 是 機會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一檔 所以你如果還看不起啊 那就 有人股票市場有一句話叫做 你注意聽喔 叫一年漲三倍億 三年一倍難 什麼意思 一年之內碰到一檔股票 漲三倍的還容易 三年之內你的投資組合要漲一倍的 很難 為什麼 很多標股你不一定能夠 就抓的控制的很好 所以很多東西是穩穩的比標來的賺錢 台積電就是一檔 所以穩的 我的學員在問的時候 他就談到因為股票下沙的時候 台積電你不能股票跌的時候再賣 股票漲的時候去追他 你不要反過來做 我當時他在617要賣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你不一定要現在賣 你講的台積電的定件跟遠見 在我聽起來都是 你只是知道而做不到 你根本就沒有融入 跟你的實際行為結合 我說台積電你要等他617上去彈回去 比如在六五幾的時候 你再賣 然後等他看下來 好這什麼意思 為什麼不是先賣先買 先賣先買也可以 你要賣在高點 你都已經殺到620幾610幾了 在那個地方670幾買的 用這個點就不是617 好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這樣子台積電呢 基本上當然在600多塊錢 你從他的本益比河流圖 他確實偏離的所謂的 乖離率 台灣用的乖離率 就偏離他的一個主軸線 確實是太遠 任何東西你偏離太遠 他一定要拉回 地心引力要把你吸回來 而且你從估值角度去判 那個地方也不是有太大的 短期間沒有太大的那個 好了那這個東西 我們擺下一次講 那如果他當時是聽我的話的話呢 可能可能就會當他彈回去擺 而且應該怎麼樣 反過來做 各位記不記得 科斯托蘭你用了一個 他的一個雞蛋理論 這個雞蛋理論裡頭 原則上你可以看他是形成這樣 一個圓圓 他買在哪裡 他買在下半部的橢圓形狀態 也就是我們講的微效曲線 那這裡面裡頭他第一個階段 這個雞蛋比較小不好用 我用這個球 這個部分裡頭 往下半段的往下圓的時候 基本上很多人技術分析的人 不會買這一段 這一段在跌不會想去買 為什麼他在下跌 技術分析的人希望是在過了中低點之後 往上這一段 確定安全的才買 但是台積電我們反過來 這一段裡頭就可以買 這個是科斯托蘭蘭講講的 他用的應該是匈牙利的吧 這些的俗語就是 下坡的時候你肩膀上沒有麥子的 你上坡的時候也不會 為什麼你一再抓那個最低一點 你會跑掉 所以他認為在這個地方已經跌的 過頭 但是台積電會不會跌過頭 那當然這就是有不同估值 所以我本來說應該在講 有人認為會跌到多少 630幾 有人認為都在620幾 他的那個所謂季線的什麼拉回 或者在一個河流圖 我認為啊 560就有40塊的空間 就560塊 低於560塊哇那真的是 我覺得那你應該更大量 可以更積極的報警一點 好所以我們就抓這40塊的空間 這一段期間就是用科斯托蘭尼的 我們但有人認為 600塊還不是跌的很高 所以並不是一個超級的階段 所以我說這個的部分 我們就先不去談 因為這有不同的角度看法 我就暫定以600 我認為600塊一下都可以 包括如果開盤606 那我大家就告訴你怎麼做 你不一定要信我 但你可以做參考 若干年我們來若干時間我們來印證 也就從現在的602塊往下走 這一段就買 那會跌到多低 我不知道有人認為635 那就535 那我們就你就用535 你要去等他也可以 也就是買這個這個東西 這一段很多人是不敢買 但台積電我們認為要進來 這一段上去是技術分析的人也敢買 很多基本分析的人反而認為說會不會再下來 不必等 這個區域完整的虛線都進場 兩個階段 這個階段下來 台積電因為是台積電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的詞化分析 買 這段上去也買 這是科斯托蘭你認為 這兩個階段都應該參考 第一個階段我們講的是麥子 肩膀上的麥子 你要拿 你要克服你的心 不管你是 1萬塊錢的資金要進場 或者現在可以動的 比如5年之內 3年5年之內 你可以動的資金 5年之內好了 這個錢不會用到的 不管你是1萬 10萬 100萬 1000萬 1億 或10億 我們都不管 你把它分成 有些人嫌麻煩 你就把它10塊錢為一個區格 現在600了 590一個區間 580一個區間 570560到560 你就 我就認為抓這個40塊的區間 你就分4次進場 也可以 你想省麻煩 你就4次 也可以 那多餘的嫌錢 你設置你近80 留個20% 萬一低於560 那就全部進 好 所以我就讓 你可以全部進 分4次 也可以 全部進 分80的全部進 留20% 再低於560塊以下 你再選一個時間界 這是一種做法 這是比較討厭 不想 就不想省事 如果不想省事 也覺得好玩的 有一些美國時間的 就每一天花10分鐘 每一天花10分鐘 以今天 以假設禮拜二開盤606 好 沒關係 我們就把分50個單位 我把你分成50個單位 用零股進場 除非你的金額目前是超過 上相當大 以現在台積電來講50個單位 50個單位是什麼意思 假如1萬塊錢 就分成50等份 所以一次可以進多少 進200塊 2000塊 兩千 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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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兩百 兩千 兩萬 好 兩萬 就是50個單位 那 10萬塊錢 1萬塊錢 你就分50個單位 一次可以進200 那你如果是10萬塊錢 你分50個單位 怎麼進呢 每疊兩塊錢 前面每疊兩塊錢 你就進一個單位 那譬如說現在606 那你不想等你直接606 那容易計 我們從600 每疊兩塊錢 你就先設定 那個第一 一設定你就送出去 單子就送出去 今天也都是 台灣沒有辦法 像美國是一個 可以長達90天60天的單子 所以你只好每一天做 今天呢 比如說606 我606買 就先買一個單位 604我掛一個單位 602掛一個單位 600塊掛一個單位 598掛一個單位 那我今天啪啪啪 我這個10個單位 我就就送出去了 這是第一天就送10個單位 那第二天你如果說有碰到有掉下來 一樣 如果進入了590塊錢 第一天打完了 那可能是10個單位 接下來呢590塊到580 如果開始往下跌 這時候每疊兩塊錢 你可以用加碼 就平常 上次在600到590之間 每疊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疊兩塊錢 你就補一個單位 你這樣大概是5個單位而已 下面來開始從590到580 加大力度 每疊兩塊錢 你就補兩個單位 就原本假設是200塊就變400塊 原本是2000塊 你就4000塊 原本是一次進2萬塊 你就這一次進4萬塊 4萬塊加50個單位 剛好是220萬 那你就把它分一個原則就分成24萬 接下來580到570 再加一個單位就是本來是2000塊的就變4000 4000現在到了第三第三個階段就6000塊 好了如果570又破了到560 這時候你可以用4個單位 什麼意思就簡單的來講 你把你50個單位的區域的錢 分布在散彈槍打在這個微效曲線上 你可以自己去調配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50發子彈就會分布在這個微效曲線 他越疊你會打得越猛 往上走你就回到正常單位 因為搞不好他上去又一個反轉下來 抓住這個原則 好我再講一遍啊 從606也可以開始動了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會上去 就你如果不想等就600 你想等就從600塊 600到590這個區間 每疊兩塊錢只補一個單位 你把它分成你現在可以進的錢 分成50個單位 580再下來就補兩個單位 每疊兩塊錢補兩個單位 570到560你就猛一點3個 第560你就4個 簡單來講你這58子彈 會打在這個微效曲線 就600塊到560這個區間 我讓你58子彈集中在這個密度 那這個密度這樣打下來呢 你不要擔心 因為他是在微效曲線 第560了 就 這個40塊還撐不住560 我們加上講你要留20%也可以 你不留 那你就開始欣賞波動 那我們就看看560到535 有人預測什麼 技術分析在535 那你就535嘛 好不好那560到535 你就不要去搶那個 那個最低的 因為你不一定會等得到 好這樣做下來呢 我們用一年的時間 不要用一年 一年或者12月 就今年2021年的 12月31號收盤 我們來看一看 用這樣子打法的人 跟喜歡你的朋友裡頭跑來跑去 或你自己要跑來跑去 有一部分錢跑來跑去也可以啊 那你就去抓嘛 那我們來看看台積電賺的錢會輸給你那種 他會輸多少 我們來看一看 到時候12月底坐在西餐廳裡吃龍蝦的 吃這樣子的朋友比較多 還是跑來跑去的人比較多 搞不好這樣的方式 就像吃龍蝦一樣 我跟你講頭尾都不留 玩台積電可不可以玩夾搭 當然可以 應該是我們來講的 你手邊守住 買到了 一定有賺錢你再拋 你就吃得死死的 560給你買到 下次你要到一個高點 比如600 670 或再回到700以外 你再把它賣掉 他回來你再補一個原則 手上一定握住是低點的 然後到高點的時候 你再跑說你穩賺 你只是賺多賺少的價差 你可以留一小部分玩價差 比如三層也可以 台積電可以這樣玩 因為跌下來你不必怕也太怕 所以 太多人注重在那麼短線的距離 台積電我認為 下次我們在談估值的時候 我認為可以 再去來評估一下為什麼 有些人我認為現在用過去的本益 筆核流圖來看台積電都可能 有一點點 這幾年可能有一點點 閃失的危險 好吧做一個小結論 台積電 我告訴你 不要看得那麼細 不 技術分析是因為不了解他的基本面 所以必須用停損 必須去抓完美的進駐點 我認為台積電就是死死的黏住他 非要跟你換掉 不要賺錢不可以 各位我跟各位講台積電 現在在外資手上有多少 你可以看我們前一陣在78 你看 台灣散戶進入的到已經80萬個散戶 我們動用那麼多視頻 包括那麼多的投資達人媒體都在談 已經形成家談 接談相義在談台積電 也不過拉下 外資的2% 什麼意思 從某個角度你就可以去思考 代表什麼 將近有70的籌碼是人家捨不得放出來 只用個一點點的兩三趴的波動在賺 散布的價差 所以割你的韭菜 你要賺這個錢就反過來 我的手碼就是不放出去 固執的投資者 台積電我說過他不會是獲利最高的 也不是目前最便宜的 但台積電是一檔 你能目前的能見度相對讓你可以長期持有 而進而改變一些投資觀念 而且你可以空出雙手去做別的事情 剛才的打法就一天就是花10分鐘 每一天就是 先把單子布局上去就放出去 買到了就下來 你根本不必去管他買到到時候我們就 小時候我們就是 在田裡頭插那個 抓那個田機 一個晚上回去抓到了 勾住就收完 好吧 就這樣子 我希望你這個能夠聽懂我再講一遍就是 58子彈 你可以自己隨你的比例宣布 拉在600塊到560塊之間 在這個區域裡頭你分批打進去 就這麼一個簡單的原則 你要58太賤太麻煩就40 你嫌太麻煩30 20都可以 好吧 我們到年底一年後我們來印證 到底是做短線的賺的多 還是碾巴打黏住台積電賺的多 這是一個有趣的一個測試 這個會是 我可以來ques мам 我們在重新海ウAR情 包装 我們來看一下 櫻子 我們來吃 我們來吃 我們來吃